绿川是台中市区主要的河川之一 下游比邻南区的中心大学 而在110年的时候 跟台中市政府就一同签订了 守护河川的合作意愿书 希望可以达到一所大学 守护一条河川的目标 而这天在中心大学的校庭制 就举办了第二年的绿川生活制 除了邀请到邻近的国中小学生 带来精彩演出外 也有宣导绿川跟河川知识的闯关活动 让邻近的居民心大的师生 都能够共同体验到河川之美 国关国小太古队带来气势非凡的古艺演出 为2023年绿川生活日解开序幕 中心大学这天举办了 2023游绿川重新出发活动 带着师生与周遭居民一同认识 身旁的河川之美 中心大学是扮演了 大学社会责任实践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把河川的知识做了一些会整的动作 那也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呢 营造一个里民 大家可以共同参与的一个共荣的环境 来希望大家从环境当中 去了解河川的美丽 河川的历史 也进而去了解一个学校的发展 社区的发展 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摊位自在就是让大家认识 绿川和西沿岸的这些水工设施 参与这次河川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的学生 设立闯关摊位 向参与民众介绍绿川之事 例如其中康体走读摊位 藉由绘画关卡 激起小朋友们对于河岸现场的好奇心 进而亲近河川 我们希望由这个大学的活动 就是我们在前几年提出的 一所大学守护一条河 然后把我们完成的这些河川呢 可以跟学校还有社区结合起来 让河川的经营可以永续 绿川是台中市区主要的河川之一 下游就与中型大学碧林 是新大师生与周造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政府就期盼能透过河川周边区域的公司部门合作 在河川整治之后 能在文化与环境教育上永续经营下去 记者赖宜台中采访报道